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一直以来 在降价策略上 许多商家一直将降价 视为快速清理过剩库存的最好方法 这并非说不好 但有些商家会选择一刀切 对一系列产品采用一模一样的定价策略 而不去分析每个单品是否真的是否需要降价 降价的幅度如何才不会损害最终的利润 导致失误出现 如果降价策略做得不好 这将损害企业的利润并侵蚀品牌的资产 熟练且有根据型的降价策略 则可保护自身的利润 甚至通过降价来获得竞争优势 奈肯锡认为 商家们的降价策略应考虑好以下四大方面 且以其为基准 一 适合降价的商品 考虑每个商品在假日忘记中的表现 以及筛选出哪些物品最应该清仓 二 降价的渠道 理想情况下 商家们应该要对每个商店或集群进行分析 而不是对所有商店和渠道 应用一模一样的降价策略 三 降价的时间 商家要运行情景分析来 确定降价的时间和频率 分阶段实施降价 从较小的折扣开始 然后根据打折商品的表现 在几周后进一步进行降价 四 降价幅度 在确定降价候选商品后 商家可以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分析模型 以及连贯的业务规则 来得出正确的清仓价格优化毛利率和销售率的价格 折扣的深度则因产品的类别或SKU而已 一千加万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篇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七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 商机智库阿米跨境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解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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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解读